9月3日,南非总统希里尔·拉玛福萨到访深圳,出席中资企业高级别援助会并致辞,还参观了比亚迪等科技企业,实地了解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推动双方的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 同心同向,命运相连。正如拉玛福萨所言,希望以此访为契机,进一步推动两地人员和企业间往来,深化地方治理、经济建设等发展经验的交流借鉴,持续拓展在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 9月3日上午,拉玛福萨一行,乘机抵达深圳,这是他此次中国之行处北京外唯一的参访地。 而在这一天的旋风访问时间,这位总统还专门去了一趟比亚迪。 这是我见过最好的车之一,希望他来到南非。 9月3日,在深圳南非总统拉玛福萨为比亚迪公司的仰望U8车型做了一个免费广告。 在比亚迪公司,拉玛福萨现场观赏比亚迪汽车跳舞、原地起跳、原地掉头等黑科技展示。 随后拉玛福萨市成了海报、仰望U8等多款车型。 一旁的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也不断向他介绍着这辆车的各项性能。 在试作体验时,拉玛福萨感叹太舒服了,这真是一辆好车,我希望它能被引进南非。 随后,拉玛福萨还登上比亚迪电动巴士体验,对比亚迪刀片、电池技术也表现出了浓厚兴趣。 而在了解到比亚迪公司,现在有10万名工程师,又看到了比亚迪在汽车电池等领域的前沿技术后,拉玛福萨忍不住向一旁的王传福好奇,问道,您是从哪里招聘到这些工程师的? 如何培养工程师?在了解到比亚迪发动机马力、零百加速等数据后,拉玛福萨称赞车的性能真强大。 访问到最后,王传福向拉玛福萨赠送了一台车牌号是拉玛福萨生日的仰望U8的汽车模型,表达着对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的尊重。 事实上,据小编了解,其实南非与比亚迪的合作早已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比如在南非立法首都开普敦,当地主要公交车运营商金箭公司曾多次采购中国制造的电动公交车,方便了当地民众的出行,其中就有比亚迪。 自2021年起,比亚迪就与金箭公司在电动大巴上展开了一系列全面而严格的实况测试,涵盖了从模拟满载状态到征服开普敦最陡峭路段的极限挑战。 今年7月23日,比亚迪南非分公司与金箭公司签署合作协议,斩获了120台电动大巴的订单。 这一重大合作不仅标志着比亚迪在南非电动公交市场的进一步拓展,也预示着彩虹之国的公共交通体系正加速向绿色低碳转型。 此次订购的120台电动大巴,车身长达12.5米,采用65座设计,均搭载了比亚迪自主研发的磷酸铁锂电池、极路和一控制器。 这一创新技术有效提升了车辆的能效与可靠性,实现了动力与环保的完美平衡。 投入运营后,这批电动大巴将大幅削减碳足迹,净化城市空气,同时为南非民众带来静谧舒适的乘车体验,引领公共交通出行新风尚。 值得一提的是,这批电动大巴还专门针对南非的气候条件和交通需求进行了优化设计。 比亚迪南非总经理Steel Chung表示,身为一名南非的公民,我深感荣幸能够将比亚迪领先的电动大巴技术引入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 对南非来说,犹如一场及时雨,为南非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比亚迪电动大巴的助力下,南非的城市交通将迎来新的变革,人们的出行将更加便捷舒适。 同时,也为保护这片美丽的土地贡献力量。 金建公司首席执行官也对双方的合作寄予厚望。 金建公司作为南非公共交通领域的先行者,能够率先引领这一变革,我们感到无比自豪。 与比亚迪的携手,不仅体现了我们对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坚定承诺,也为南非公共交通的未来发展树立了新的标杆。 据悉,首批电动大巴的交付工作预计将于今年12月正式启动,并计划在明年年底前完成全部交付。 目前,比亚迪作为全球电动大巴领域的佼佼者,其商用车辆已遍布全球六大洲,包括阿姆斯特丹、伦敦、东京及圣保罗等国际大都市,累计交付量已超过8万台,是名副其实全球绿色交通行业的一个。 就在比亚迪获得南非总统点赞之际,这两天汽车界还发生了另一件大事。 据德国大众官方的消息,自创立85年以来,大众将第一次关闭位于德国本土的工厂。 这意味着什么?要知道德国大众对于德国可是不一般的存在。 德国专门有一部法律《德国大众法》,这企业对于德国具有不同寻常的政治意义,以至于德国工业强国的民族性都跟这家企业紧密相连。 以至于即使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德国大众都没有在德国关过哪怕一家工厂。 然而,就在德国大众CEO不久之前还跟德国人民保证,2029年之前绝不在德国本土进行裁员的话音未落之际, 德国大众宣布将首次关闭德国本土工厂,而且一次要关两个。 大众汽车在一份备忘录中提及,大众汽车集团旗下的品牌必须进行全面重组,因为收益严重恶化, 尤其是考虑到德国作为制造基地的竞争力逐步落后的情况。 奥斯纳布旅客工厂和德类斯顿工厂,一家配件厂一家整车组装厂将被迫关闭,以为德国大众节省约100优元的支出。 有意思的是,官方消息传出之前,德国大众的工会还在要求德国大众给其12万德国员工提供7%的涨薪。 没想到掌心没着落,反倒违反族制关闭了本土工厂,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韦。 德国国内一片哗然,群情激愤,甚至有点要把大众CEO奥伯木挂路灯的意思。 奥伯木当然不是傻子,他也很清楚自己这么做的后果,但的确是被逼得没办法了。 就小编来看,大众的崩塌来自于中国。 今年上半年,大众汽车集团的营收为1588亿欧元,同比增长1.6%,但营业利润仅为100.5亿欧元,同比下跌11.4%。 大众的利润已经下降到6.3%,德国大众很快就将陷入亏损。 其中主要原因是奥迪和保时捷这些盈利大户的销售崩盘,奥迪系豪华车销量54.9万辆,同比下滑17.7%,保时捷销量15.2万辆,同比下降11.1%。 而大众少数销量上升的区域,反而是中南美洲这些利润极低的地方。 中国是大众最大的市场,但大众在中国的销售快速恶化。 以往中国占大众销售额在40%以上,结果今年上半年大众在中国销量下降了7.4%,其中第二季度下跌了19%,加速崩盘趋势明显。 销量下跌造成第二季度大众第一次在中国区亏损,单季度亏损额达到15.2亿人民币。 大众自己的现金奶牛,豪华车卖崩了,最大市场中国被击垮了。 新能源赛倒卷不过中国人,也卷不过美国人,后边日子只会越来越严峻。 此时再不断避求生,下场怕是不乐观。 以前日子好过,费效比低下的德国工厂还能维持,苦日子之下养不起德国的懒汉们了。 老祖宗内燃基优势坐吃山空,现在不把他们甩掉,奋力一搏新能源,以后再没机会了。 自从俄乌战争之后,德国的制造业成本一路飞升。 而德国的移民暴增又进一步毒化了德国的劳动力市场。 毕竟看着那些新移民不劳而获吃社保,谁还愿意在德国的学徒工制度下为企业勤勤恳恳呢? 土耳其人和北非人杀倒,德国年轻人也不想搞什么下水到油纸包了, 有点心气的搞右翼,没心气的就躺平抽大烟,反正就是不当学徒上流水线了。 在右翼竞选的压力下,舒尔茨最终为了自己的座位,在德国进行了大麻合法化,用毒品来收买选民。 今年2月23日,德国联邦议院以407票赞成,226票反对和4票弃权的投票结果通过了大麻合法化法案。 默克尔曾是反对德国大麻的最后防线,大麻合法,这是对政客有利,但是对经济却是极其有害的。 他宁愿放开移民的口子,也不给毒品让路。 他说,德国最重要的是发展经济和提高工业制造能力,而不是花时间去争论毒品问题。 他深知,大麻一定会摧毁德国的工业基础、学图制和技术工人。 一旦遮完一合法,年轻人还有什么心情去玩扳手、搞鸡床、画图纸? 然而,蹦床妹和她的绿党另有打算。 蹦床妹虽然文化水平磕沉,但吃喝嫖赌倒是相当在行。 他们把大麻合法化,西大麻与价值观捆绑,跟支持LGBT气候保护列为一起。 默克尔为了给德国工业保留最后的产业工人,跟绿党这些德国反贼斗的头破血流,守了16年的红线,最终还是在他退休后,几个月就被接班人给出卖了。 舒尔茨迫于选票压力,最终放弃了默克尔的红线,投入了大麻合法化的阵营。 这成了压垮德国工业能力的最后一根稻草。 中国十年前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的计划,当时引发西方的警惕, 被许多人认为是引发2018年贸易战的导火索,厉害了我的国变成了我的国。 而在差不多同时,德国提出了工业4.0。 然而十年过去,中国制造2025虽然官方不再提起,但其涉及的十大行业除了芯片和生物医药以外, 全部成为中国优势行业,海工船,轨胶,汽车,电力装备甚至已经形成了全球范围的压倒性优势。 部分行业形成了今年反超,隔年就遥遥领先式碾压,甚至连最后的堡垒芯片也有了松动的迹象。 德国工业4.0,经过十年的折腾,退化成德国工业0.5,大量企业逃离。 彭博社评价说,德国作为工业巨头的日子已经进入倒计时了。 能源价格暴涨,德国的工业人口和工作人口都在大幅下降,整个德国的就业人口下降了10%,而参与制造业的工业人口则下降了三成。 没有工业人口,再强大的创新也不能转化为工业实力。 我们似乎看到欧洲的经济已经到了什么样的地步。 大众被迫关场,标志着欧洲的房卷马其诺房线被绕过去了。 重回内卷海洋,欧洲人的好日子就要画上句号。